鮮甜湯头搭配Q弹有嚼劲的小卷米粉 还有堆成小山高青菜蛋皮肉块堆满满的台南春卷 以及古早味冰凉豆花都让外地逃客慕名而来 中秋廉价第二天台南美食圣地国花街人潮爆发 走到哪都是人 人一多也出现防疫乱象 双麒麟店前挤满了人 坐路边大舔特舔 唯一防护用的口罩都拉下巴 另一边中西区牛肉汤店 清晨出现夸张排队人龙 人与人之间毫无防疫距离 那用时也只看到一片隔板 其他不用隔板的真的都是同住家人吗 还有一张小桌 坐四个人也不符合梅花塑规定 骑山老街下午游客也变多 有人自行解封 骑士不戴口罩没戴好 连安全帽也省了 学生更是大喇喇边走边吃 他会不会担心群聚的问题 还是会啦 洞遣不起太长了 如果真的要种在学校也是蛮危险的 就连当地小吃店也是点餐人潮爆满 还对零距离 连假游客憋太久 看到美食完全动不掉 但太放松 防疫规定通通没在管 可会增加染疫风险 记得高雄台南综合报导